这是一起震惊世界的谋杀大案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 在华盛顿街头遭遇枪击 胸部重弹 总统遇刺 白宫高官如何应对突发危机 枪手当场被捕 审查中竟盗出两次刺杀密谋 检察官起诉枪手续谋杀人 辩护律师却变成凶手 是精神病患者 轰动一时的刑刺大案 会如何烧场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为您解读里根遇刺案 敬请关注 1981年3月30日下午 美国总统里根遭遇枪击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此时比追查凶手更紧迫的问题 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当时美苏如火如荼的军备竞赛 让世界局势异常紧张 一旦苏联有所行动 白宫必须立刻做出反应 里根总统生死未卜 时任副总统不时又不在首都 那么白宫的高官们 会如何应对这段时间的权力真空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将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二集 白宫的危机应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说到 1981年的3月30号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在西尔顿酒店门前遭遇了刺客 这个枪手在不到两秒钟的时间里 连开了六枪 目击者看见有三个人被集中倒下了 里根总统呢 被白宫的安保特工推上了汽车 又发现呢 总统先生咳出了鲜血 而被紧急送往救济的医院 进了急救室 里根总统被送进医院之后呢 白宫办公厅就把里根总统 遭到枪手袭击的事情 及时向第一夫人南西里根通报了 总统夫人既有工作人员陪同着 火树赶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 她在手术室的外面呢 焦急地等待着 感觉是过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既没有听到来自医生的确切消息 也不见白宫的高官们前来探望 副总统啊 国务卿啊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国会两党的领袖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来 在这个时候 他们怎么随也不来呀 这是个什么时候呢 这是1981年 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 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集团 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 如果说1946年3月5日 英国前首相温士顿 敲吉尔的所谓铁幕演说 拉开了冷战时代的序幕 那么自六四年代开始 冷战的时代特征 就是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相互争夺世界霸权 而在1981年呢 冷战又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在这个全球军事对峙的时代 美国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他们都要随身携带一个 装有核武器控制按钮的手提箱 这两个超级大国 他们手里有多少核武器呢 如果按照核武器的爆炸当量计算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或者苏联 他们任何一国掌握的核武器 都可以把这个地球毁灭一千只 所以啊 在这个时候 有谁来执掌白宫 有谁来管理那个核武器控制箱 如何应对苏联人的挑战 这些事情 才是美国的上层高官 最为关注的 就先说说那个核武器控制箱吧 美苏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随身携带这个手提箱 这里面安装有随时可以发射核武器的钮 所谓随身携带 就是说啊 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 这个手提箱呢 必须处于总统伸手可及的位置 那总统要外出呢 这个手提箱 就有几个军官覆辙 不分奏业地拿在手里 而紧跟着总统左右 里根总统遇刺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核武器控制箱也被保管者一起送到了医院 这些核武器控制箱事关美国安全 只有总统和保管人员才能接触 可正是在医院 装有打开核武器控制箱密码卡的总统钱包 竟然被人强行拿走了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里根总统被送进医院后不久啊 联邦调查局就指派探员赶来 他们要收走总统的西装 就是里根总统在希尔顿酒店穿着的那件 后来被医生捡为几块的那件西装 还要戴手呢 总统的钱包和其他随身的物品 理由呢 前面就说了 说这些物品呢 都是当下这个枪击案件的证据 按照法律 必须讲该等物证 随同卷中保存在警局 总统先生也不能例外 那几位军官呢 他们就说了 这个富有核武器发射密码的那张黄金代码卡 也在这个总统的钱包里 所以请求把这个钱包留下 可是这个响当当的理由呢 也不管用 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还是坚持要 依法办事 最终还是带走了全部的这些物品 在美国 这联邦调查局是干什么的呢 联邦调查局 它是代表国家警方 它行使宪法赋予的司法权 在三权分立的这个国家体制框架下 司法权和总统的行政权 二者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贵进之分 美国总统 他作为军队的总司令 可以统帅三军 但是面对依法刑事的这些警察 美国总统没有权利向他们发号司令 还好 两天过后呢 警方又把这个 拂有核武器发射密码的这个代码卡 连同那个夹带代码卡的钱包 一起交换回来 于是啊 里根总统的核武器控制箱 连同那个代码卡 仍然和保管他的军官们在一起 待在医院里 其实啊 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 副总统也同时拥有一张密码卡 也有一个核武器控制手提箱 也就是说呢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共同辅着这项工作 有关的制度设计 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总统出现伤病或者意外 那么美国的核武器控制手提箱呢 始终要有人负责 美国的这个核武器呢 必须处于可控状态 所以设计 由这个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共同辅着这项工作 我们心想一下 你看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什么时候一起出国访问呢 这个情况罕见 这个理由之一啊 或许就是为了这个核武器控制箱 要保证至少有一个核武器控制箱 在美国本土上 那么出事的这个下午 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 他在哪里呢 布什副总统 这个时候偏偏就没有在首都 他正在德克沙什州的上空 确切地说 是在空军二号飞机上 美国宪法规定 如果总统出现意外 副总统就要在最短时间内 接替总统权力 但这又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问题 1963年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 副总统约翰逊立刻就任总统这件事 曾经引发过微词 里根遇刺副总统布什接管白宫 就备受关注 就在这个当口 布什与白宫之间的通话 竟然被媒体集获 而且还传播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对白宫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将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二集 白宫的危机应对 在总统安危不测的这个危机关头 布什副总统责任重大 他要思考应对这么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当然是要掌管好这个核武器控制箱 那么还有一件紧迫而又敏感的课题 那就是如果里根总统没有能够从手术室出来 或者是永久地失去了工作能力 那么就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 按照宪法的有关规定 去接替总统的权力 应当为可能的权力过渡 而及早做些必要的准备 那问题是呢 哪些准备是必要的 哪些准备是不必要的 法律就没有具体规定了 况且这种事情啊 分寸难以把握 过游不及 可能接替总统权力的这个事宜 复杂而又敏感 美国历史上呢 且有前车之鉴 就说当年的肯尼迪总统遇 时任副总统呢 是林登约翰逊 这个约翰逊呢 继承了总统职位之后 就曾经引发了一些威慈 当时是这样 1963年4月22号下午 肯尼迪总统遭到枪手袭击 当场死亡 一个小时之后呢 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新闻主播来到了新闻自播间 打断了正在播送的内容 向全国观众插播了 肯尼迪的死讯 也就是在这个下午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 他在空军一号飞机上 宣示继任第36任 美国总统 联邦法院的法官呢 叫休斯 他主持了这个宣誓仪式 满脸悲伤的杰奎林 就站在约翰逊的身旁 据说呢 杰奎林还继续穿着那件 沾着肯尼迪血迹的粉红色的套装 约翰逊副总统 继任总统的法律依据 是这样 美国联邦宪法 第二条第一款 第五项 第一段 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总统免辞 死亡 辞职 或者上司履行总统的 职责的能力时 该项职务 应当移交给副总统 但是呢 没有具体规定 移交权利的时间呢 地点呢 这些细节没有规定 约翰逊副总统呢 他继任总统权利呢 并无不当 那杰奎林 站在约翰逊身边的 这个行为呢 可以理解为见证 可以说是高峰良界 股权大局 这一切都是合法的 必要的 合理的 只是呢 约翰逊副总统 继任总统权利的 这个过程呢 比人们想象的是 快了一点 所以 肯尼迪死后 所谓阴谋所 就冲刺了美国的媒体 长达数年之久 再说啊 里根总统 被送进了手术室 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 不得而知 而且副总统呢 还没有回到白宫 这一段时间 其实也就是五六个小时吧 这段时间里 白宫的几个高官 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时期 是谁在这个危机时期 执掌白宫呢 副总统不在白宫 远在一千英里开外 这在冷战时期 这样的消息 是十分敏感的 然而不出半个小时 这个消息 就被一家广播电台 给拨了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媒体的消息 如此之快 后来知道了 副总统的专机啊 没有配备 加密的通讯系统 所以 不思副总统 与白宫之间的 这段通话 被媒体截获了 白宫还没有 正式公布消息 亲口之间 就被媒体传播开来 媒体此举 是否涉嫌 违反国家的保密法律呢 在美国 国家机关的通讯 文件内容 如果你未采取 保密措施的话 那就很难算是秘密 因为啊 但凡构成 法律保护的秘密 必须同时具备 两个要件 一个是 这个信息本身的保密性 就这个信息 它得很重要 二呢 是要采取了保密措施 采取了保密措施 这是一个程序要件 也是不可缺少的 媒体确实截获了 白宫与副总统之间的通话 但是这段通话 既然没有采取 保密措施 就不是受法律 保护的秘密 美国媒体呢 把这样的信息 给拨了出去 那没有责任 不涉及到违法 再看看白宫的幕僚 这个时候 他们在干什么呢 菲尔丁 他这个时候正在 一字一句地 重温援引 美国的联邦宪法修正案 第25条 那是关于非常事件发生时 如何移交总统权力的规定 他试图 按照该等宪法条款之规定 立刻着手一些必要的准备 就是关于总统权力 要不要移交 这样的程序性事务 他要做些准备 首先呢 白宫邦厅主任詹姆斯 和总统顾问艾德温 他们两位呢 立即动身前往医院了 他们想要确认一下 总统是否有生命危险 如果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何时能够恢复工作能力 进而决定 是否需要启动宪法条款 来移交总统的权力 副总统布什远在千里之外 难以立刻赶回 危机时刻 其他高官聚集白宫商量应对之策 那么此时究竟谁在执掌白宫呢 当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卿海格明确表示 他在负责白宫工作时 却引发了争议 那么海格的说法 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 里根总统遇刺后的政治危机 最终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中国海洋大学于傅民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里根遇刺案第二集 白宫的危机应对 就在两位白宫的幕僚 去医院的同时呢 白宫里面正在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知道白宫的新闻发言人 詹姆斯布拉迪 他大约在两个小时之前 在希尔顿酒店招到了枪击 就是头部中弹那位 目前呢 他生死危捕 所以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呢 是由副新闻发言人 拉瑞斯派克斯来主持的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 他首先提问 他说 请问 现在的白宫 由谁来主持呢 谁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运行呢 这个副新闻发言人呢 当时就回答说 他暂时无法说明这个问题 那等于是没回答 那么除去布什副总统 不在首都之外呢 其他几位高官 国务卿 国防部长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们这几位 这个时候都已经来到了白宫 聚集在战情时 国务卿海格 听到了拉瑞的这个答复以后呢 很不满意 他马上就写了一个字条 让人传给这个讲台上的拉瑞 命令拉瑞立刻退下来 过了一会儿 海格国务卿 亲自走进了新闻简报室 做出了如下的声明 根据宪法 应当按照总统 副总统和国务卿的顺序 来主持美国政府的工作 并且 如果总统决定想权力 移交给副总统的话 总统就会这样做的 不过 现在在白宫里 一切 由他来主持 就是海格国务卿 他说一切由他来主持 海格国务卿啊 还说 当然 他会与 还在路上的副总统 保持密切联系的 如果有什么事情 要马上处理 他也会和副总统 充分磋商的 可是啊 海格国务卿的上述的表态声明 在民众和白宫幕僚当中呢 都引发了争论 当然呢 也有人对海格国务卿的声明 表示理解 认为他的讲话是认真的 是负责任的 是有分寸的 从中可以听出来 总统现在还活着 但是呢 也有的白宫官员 保持不同的看法 例如 当时在白宫战争时的 几位高官 当他们听到海格先生说 一切由他负责的时候 就报以冷嘲热讽 那么 关于这排序问题 宪法是如何规定的呢 1963年的 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后呢 美国宪法凶仲案 第25条出台了 其中呢 第一款原则规定如下 如果总统免职死亡或辞职 副总统应成为总统 其中的第四款规定 如副总统 以及各行政部门 或国会依法设立的 持统其他机构的 多数主要官员 向参议院议长 及众议院议长 递交关于总统 无能力履行其权力 与职责的书面声明 这由副总统 应作为代理总统 立即承担 以上权力与职责 规定就是这样的 那么 以海格先生的思角 这一段话 以及各行政部门 之首要部门 那是谁呢 那就当属国务卿了 所以他理解的排序是这样 除了副总统之后呢 那就是国务卿 国务卿就是这个首要部门 可是就在这个争论不休的时候 一个令白宫高官震惊的军事情报 被送到了战青石 他们被告知 有一批数量与平时相比 明显异常的苏联潜艇 正在接近大西洋海岸 又说 苏联军队 还有可能再次入侵波兰 时过不久 又送来了一份情报 说了 苏联的那些潜艇啊 数量经核对没有那么多 先前呢 他们是异常靠进了大西洋海岸 现在呢 已经掉头了 又向反方向 向返回的方向 逝去了 那么问题是 在这种琢磨不定的这个情况下 要不要提高军队的戒备等级呢 就在围绕着这个问题 争论不休的时候 海阁国务卿 又去了新闻简报室 又做了一个表态 他说 绝对没有必要 在这样一个时刻 采取任何的警戒措施 在海阁国务卿 发表这段讲话的时候呢 国防部长就已经指示山军 提高了军队的 海阁国务卿回到战情室以后呢 对国防部长的行为表示反对 因为国防部长的表态呢 和他的讲话截然相反 看来啊 危机四起 由谁来执掌白宫 确实是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历练两百余年的美国法治 并非天衣无缝 某些军政高官的表现 亦非无懈可及 不过 在场的白宫高官 在布什副总统 回到白宫之前的 这五个小时时间里 总体说 还是能够积极作为的 他们齐心协力 事后啊 根据国家安全顾问的回忆 他说 除了简报问题 带来了一些烦扰之外 暂情室内的危机管控小组 他们的合作很好 国会的负责人呢 也都及时收到了有关的通知 到了当天晚上 二十点二十分 布什副总统 回到了白宫 马上向全国发表了 电视讲话 他告诉美国民众 总统已经从手术麻醉中 苏醒过来 甚至很清醒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案件的进展怎么样 是什么人刑斥了美国总统呢 他究竟受了何人的指使呢 美国总统遇刺 关系是国家安全 那么案发以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 他们也要介入这个案件的调查 他们又会发现什么线索呢 请开下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栏目符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难点 再见 中情局的调查 中情局的调查 中文字幕——YK